粮食事关国运民生 粮食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基础 党的十八大以来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 把解决好十几亿人口的吃饭问题 作为治国理政的头等大事 提出了新粮食安全观 确立了国家粮食安全战略 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认真贯彻落实 广大农民群众和粮食从业人员心情努力 我国粮食安全保障能力持续提升 具体有五大表现 第一,粮食产量实现高位攀升 2012年,我国粮食产量 首次占上1.2万亿斤的台阶 自2015年起,连续7年保持在1.3万亿斤以上 2021年创造了历史的新高 达到了13657亿斤 比2012年增加了1412亿斤 我国人均的粮食产量达到了483.5公斤 就是说,即使不考虑进口的补充和充裕的库存 仅仅是人均的粮食产量就已经超过国际上公认的400公斤的粮食安全线 第二,粮食生产的基础不断夯实 全国耕地面积是19.18亿亩 划定了10.58亿亩的粮食生产功能区和重要农产品生产保护区 建成了9亿亩的高标准农田 农业科技进步的贡献率达到了61% 粮食作物两种基本实现了全覆盖 第三,粮食流通保持了高效顺畅 全国标准仓房完好的仓容达到了7亿吨 仓储条件总体达到世界比较先进的水平 积极推动主体多元、渠道多样、优质优价的市场化收购 认真抓好政策性收购 守住重粮卖得出的底线 粮食储备体系进一步完善 有效发挥了守底线、稳预期保安全的关键作用 第四,粮食应急保障更加有利 现有粮食应急加工企业6000家 应急供应网点5.3万个 应急储运企业4199家 应急配送中心3047家 有能力应对各类的重大自然灾害和公共突发事件 第五,粮食市场运行总体平稳 近年来受多种因素影响 国际粮食市场波动较大 与之相比,我国粮食市场供应充足 运行保持总体平稳 有效满足了人民群众的消费需求 为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和谐稳稳定 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以上这五条充分说明 我国粮食安全形势是好的 做到了把中国人的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中 而且里面主要装中国粮 未来我们有基础 有条件 有能力 有信心 始终牢牢抓住粮食安全的主动权 中国特色粮食安全之路 必将越走越宽广